歡迎大家收看Angie 漂泊到UK 今天帶大家來到英國的超市 看看英國超市的物價和香港超市的物價有什麼大分別 好了 一起去 最近網上很多人討論英國物價比香港高 而我們來到英國差不多一年半 很多香港物價的認識都已經不更新 所以今集我會用英國的Tesco 和香港的白街物品的價格作一個比對 比未來英國的你對英國物價有更多認識 亦比仍然在香港的大家更多了解實際兩地的物品價格差距 適逢聖誕節臨近 超市入口貨品都換了和聖誕有關的商品 在英國這邊買聖誕卡款式很多很漂亮 畢竟英國的聖誕節就像我們農曆新年一樣那麼重要 好了 我首先會列出英國超市比香港超市便宜的項目 而這隻金沙朱古力為例 英國真的可以便宜到一半 每一早早吃的芳包 價錢便宜一些 還有份量便宜一些 糖在英國便宜一些 雞蛋便宜一些 最近英國有禽流感 雞蛋供應便宜一些 兩磅半便宜有十二隻雞蛋 總括來說 我們觀察很多項目 英國最主要是食物 英國比香港便宜 尤其是新鮮的食物 好像牛油 最近在香港很多報紙都有賣 英國的牛油貴 else Bay 我特意列應了幾隻 不同品牌 還有些植物牛油的價錢 讓大家看一看參考吧 牛奶方面 英國 3ored 和香港不夠 一ored比較 英國也是更便宜的 味物 亦在英國便宜少了 這品牌的五餐肉 應該是歐洲出品的,所以在歐洲買便便宜一點 雪糕就更加不用說了 因為我發覺英國這邊的人對於甜品類的東西很熱衷 所以甜品類的東西都會便宜很多 接下來就看看香港超市便宜的項目 益力多這個牌子是亞洲的 Cup Noodles都是亞洲過來的 即是說,如果是亞洲過來的食品 包括維他奶,檸檬茶那些 一定是香港便宜很多 豉油的價錢可以在英國買,是貴一倍 公仔麵這裡都可以買,韓國新辣麵都可以買 只不過是貴一點 在英國買可樂很特別 如果是Zero,Dias那些可以比原本便宜一半 如果是原本便宜的可樂 跟香港比較,都是英國貴很多 那日用品 在香港方面,譬如牙膏、洗頭水、沐浴露那些 香港是真的便宜很多 除了這隻牌子,可能這隻是歐洲牌子 英國就比香港便宜 以我觀察,都有些貨品不一定是英國便宜或香港便宜 可能有些貨品價錢是差不多的 例如煉奶,這隻品客薯片 其實價錢在英國也是差不多的 有些人會很擔心去到英國 是否一定要去中超市買到亞洲的食品 其實是不一定的 英國這邊的超市都有售賣一些亞洲的食品 當然是一些基本的食品 米粉、辣椒醬、辣椒油、可粉、烏冬 甚至乎是日本牌子名字的HALO Panda餅餅 都可以買的 你敢記的醬油、辣椒油、海鮮醬、豆豉醬、叉燒醬 那些全部都可以買的 既然來到英國超市 都帶大家看看英國超市買的新鮮肉 英國售賣的雞翼 全隻雞都會比香港便宜 而豬呢 我自己就覺得英國的豬 是有一股豬的少少臭味 未必人人可以接受得到 但吃久了都已經習慣了 在英國售賣的牛肉 尤其是牛扒 就比香港便宜 而且是很好吃的 可以這樣說 在英國可能四磅幾五磅 買一塊牛扒 在香港就要買到過一百元 除了肉類 三文魚也很吸引 身處在歐洲 三文魚的供應通常是挪威或蘇格蘭 所以價錢都會比香港便宜 蔬菜類方面也不能直接跟香港超市比較 英國很多都是農場 農作物供應比較穩定 而價格也相對平穩 雖然最近有通脹問題 但貨品上升的速度 都不是想像中那麼驚人 英國供應的蔬菜真是有新鮮 如果關注食品安全的你 就可以放心了 我們在香港經常吃的 蔬菜心小糖菜 英國超市都可以買 但如果要說到白菜 黃牙白之類的菜 真的要去到中超才可以買 如果是士多啤梨 給兩磅就可以買這麼多粒 這麼漂亮的士多啤梨 我想英國才可以做得到 今集帶大家去超市 看貨品看到這裡 我們下一集再見 那些品牌 成功 寶貝